各位大家好,我是世界雨学的Kenny 那我们都知道台湾的CDC有分为三个等级的警示灯号 警示分级 那在美国呢,其实也有做相关的一些警示分级 那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网站呢 是美国的这一个旅游警示的分级 它的分级其实分为1234 第一级的话是一般的正常活动 第二级的话呢,是需注意 第三个是考虑是否前往的等级 最后的红色等级呢,就是不宜前往 那目前我们所查询的台湾是列为level1的一个等级 就是属于一个正常活动的等级 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太过慌张 那目前大家也关心 针对我们现在的walk and travel的这个专案 是不是会有受到禁止或者是无法触发的一些状态 那我们也登陆到美国的这一个页面 那目前的页面的确有一些暂停的一些状态 那暂停是针对武汉肺炎的第二等级 以及第三等级 以及第四等级以上的国家 那如果有看上一个片段就会知道 我们目前台湾的等级是列为level1 那目前的ECA就是我们的教育文化局 美国教育文化局 针对level2跟level3以上的国家呢 是执行暂停的计划 那如果想要更关注有关相关的一些资讯 我们也会提供给我们的会员 可以点入相关的一个网站 可以去确认目前来讲台湾的等级 是属于哪一个级别 那以上就是跟大家做有关于如何去确认 目前美国CDC针对各国的旅游警示的分类之外呢 以及说明目前美国在执行此专案的流程的状态 感谢观看